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说什么 自己扭予 说什么 我爱你 而如今依然没有你 我还是 我自己为了爱梦一生 则是疯狂还是缘分 梦里的余温跟我抵挡那世界寒冷 梦里的余温跟我抵挡那世界寒冷 谢谢 谢谢 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王姐你好 请坐 刚刚真的唱得太激动了 我听了也很激动 哪里哪里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在拍喜宴的时候 我们有几位就是 就是滑稽的工读生参与我们的工作 他们非常喜欢的歌曲 而且常常在就是说 我们没有事的时候 在放你的歌曲 就连我们那个 美国的制片都非常着迷 他曾经想用你的一段歌曲 放到电影里面当背景音乐 因为他很喜欢那个节奏跟那种声音 其实我自己也是一样 其实我唱歌 我还是比较喜欢唱有乐队 我觉得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就比较很振奋 对 比较振奋 虽然自己可能唱现场 唱得没那么好 虽然卡带当然 因为卡带声音可以剪接 但是我觉得你在现场的时候 有一种特殊的词性 我觉得是唱片表现不出来的 真的吗 是什么样的词性啊 我倒是 有点沙 那种那种声音 我想也许在录音室里面被美化了 我觉得在现场听到的更真实 其实我现场我喜欢唱沙一点点 因为那种自己陶醉 尤其跟着乐器那种起伏 这样的感觉很棒 我听说你在 就是说在步入歌坛之前 有段时间曾经当过临时演员 你当过这个危险度蛮高的这种 特技演员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那段时间的这种心路历程 跟有没有碰到什么特殊的 难忘的事情 那段时间其实 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孤僻一点 都是那种所谓的独行侠 所以那段时间都是接一些 一些前辈不接的case 我就去做 那或者是 人家大家在竞争 可是可能他们的预算 比较小一点点 那可能比较 人多的那种team 他们不愿意接这么少钱 那我就去接了 那通常我都是坐 非摩托车啊 非汽车啊 或者是拍打的啦 替那些大牌明星啊 嗯嗯嗯 大概就是诸如此类 这些这些东西 所以你的身手应该也蛮好的 诶 还好 还好 那 那后来怎么又会 这个步入歌坛了呢 因为我小时候 我就很喜欢玩音乐 然后就很喜欢唱歌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写歌 我从14岁开始 就一直不断的有写很多歌 记录下来 然后那个时候 在做特技演员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有在帮人家写歌 像以前 还没有出道以前 我就帮 很多啦 像张学友啦 像什么 洪春族吧 大概是 是不是叫洪春族 洪春族啊 对 还有很多 有些歌星的名字都 记不起了 太多了 但是 就是 那时候没有人认识 因为那时候我都是自己做音乐 然后唱进去的 然后很多 后来是因为说有人听到这个demo 就说 这个人声音蛮特别 然后就 一谈一谈就谈了三年才签约 哦 我是觉得你当初的第一张唱片算是真是一鸣惊人 哪里哪里 因为你的音质真的太特殊了 没有没有 那强烈的节奏啊 是蛮震撼人心的 哪里哪里哪里 那时候我想你虽然当初当 就是说特技演员 或者是提升演员 那个时候 跟唱歌没有直接的关系啊 对 但是我相信那时候的 这种 对于这种人生的体会 是有一点放到歌里面去了 其实 我说实在 跟唱歌还是有点渊源啊 因为我在 还没有当兵以前吧 就开始就在场子里面唱歌 常常帮人家去代班 后来 到回来台湾当兵的时候 当完兵之后 就继续还有在场子唱歌 那时候就自己 弹吉他solo兼主唱这样子 然后跟一个团 那时候都流行什么 2001啊 什么Toppoint啊 那时候我们都在 什么巴尔可啊 什么杜鹑沃这种地方唱 对啊 所以还是有点渊源啊 只是 我这个人脾气比较硬一点 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们以前的唱片公司 跟我们谈都说 一万块钱买断 那 那我是觉得太不公平了 所以一直都没有跟他们 太剥削了啊 对一直都没有跟他们签约 直到最后 有人提出说 以每一张来算钱 那才 我想现在这个唱片界的 这种种种的制度 应该是比较完善了啊 对 可是 其实还是有些美中不足 比较混乱的啦 像 比方说有时候是 著作权的问题啊 其实到现在还没有说 是真正的很完美啦 对所以 我相信以后台湾会更好 因为慢慢 这种东西 刚开始起步嘛 对 我相信以后会做得更好 今天这个 王杰一直提到说 他个性很孤僻 现在不会来 他比较 那我觉得 一般人对他的印象啊 因为他的 有他的穿着啊 他的 整个人的感觉 是比较这种 洒脱 比较骆驼的啊 但是 在美语之间 总是有一种 很忧郁的气质 但是 据我私下认识王杰呢 他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人 对 其实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我也不晓得 其实 我的脸 我妈把我生下来 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不笑的时候 人家会觉得我很严肃 其实我笑起来 我还是蛮开朗的 其实我因为朋友少 很少 因为有时候 我都不太 不是说不太去跟人家打交道 而是我不好意思 去跟人家打交道 那在这行来讲 我也很少认识朋友 所以变成就是 没有什么话可以说 就往往就变成 让人家觉得说 我可能比较孤僻 其实也不是啦 我想没有 没有一个人喜欢孤僻 但我现在 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 现在比较会 比较会主动去跟人家 打个交道 所以说是比较外向一点了 这种 对 其实发觉 其实一个人外向以后 觉得世界也没有这么可怕 也没有这么 没有 其实真的也没有了 我觉得什么事情 自己先主动 总是对的嘛 总是主动先去跟人家打招呼 对 我相信无论是王杰是 比较忧郁的样子 或是他私下里 比较开朗的样子 观众都会很喜欢的 也祝福王杰 将来每一张唱片 都可以创作很好的程序 谢谢 带更多更好的歌给我们听 谢谢王杰 认识我们的节目 谢谢